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就聊聊二人屠夫共同师马拉凯·马凯森的一些身世背景 因为马拉凯最早是作为一名配角出现在高岁克与菲利克斯周游世界的冒险故事当中 加上作为屠夫,他同样也不愿意提起他那些不太光彩的往事 所以他的身世背景大多数则是菲利克斯等人从马拉凯的朋友或者是学徒那里听说的 据说马拉凯·马卡森的故乡是位于世界边缘山脉最北部的非常偏远闭塞的德威莫丁山谷 因为这个他出生长大的小地方不仅在大部分地图上都没有标注 而且那里也长期与外界的矮人完全没有交流 所以这也导致了马拉凯在说话的时候是带有非常奇怪的方言口音 这不仅让菲利克斯在最初见到他的时候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而且有时甚至也会让他的矮人同俗不知所云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背景 所以C这次在全战当中为马拉凯制作的配音也是带有明显的苏格兰口音 那具体马拉凯后来是怎么走出穷山僻壤 成为矮人的科学院院士 也就是工程师行会的工程师的 这段经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马拉凯在发明工程技术方面是有极高的天赋 当然他的那种天赋在极为保守的工程师行会内部也是火域三慢 在那些讨厌他的保守派的工程师看来 马拉凯则是一个长着矮人头 鼠人脑的麻烦制造者 因为他的很多发明创造都极不符合安全稳定的要求 但是在很多年轻之近的矮人工程师看来 马拉凯则是一位技术高超 观念超前 非常值得追随学习的工程大师 在担任行会的工程师期间 马拉凯作为总设计师 曾经领导建造了矮人最大的一艘蒸汽铁甲舰 其整体的船身是长达200多部 重达500多吨 最多是可以容纳300名矮人船员 并且是需要30多位矮人工程师来配合操控 但就是这艘被他命名为永部陈末号的海上巨无霸 在处女航的时候就不幸陈末 有人说是因为船底出交 有人则说是因为船上的蒸汽过炉发生了爆炸 但是除了马拉凯之外 可能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因为那场事故也只有他一人 有幸被经过那片海域的一艘帝国商船救了回来 后来又因为在帝国看到了瑞克河上 有很多靠风帆驱动的大型货运舶船 马拉凯又萌生了想制造飞船的想法 因为毕竟在山地密布的世界边缘山脉 空运才是最现实的方案 当时马拉凯的设想还比较原始 就是先利用热气球把普通的船体拖到空中 然后再打开风帆 利用风力来驱动整艘飞船 之后他的这项大胆的发明设想 也是吸引了众多矮人工程师的参与 其中还包括当时矮人工程师行会的副会长 在飞船最初建成之后 天性乐观的马拉凯又给他的飞船命名为永不追悔号 但是永不追悔号在第一次驶行中就不幸追悔 有人说是因为他在飞行中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侧风气流 有人则说是因为飞船上的热气球发生了漏气 而这次同样也是可能只有马拉凯知道真正的原因 因为在这场坠机事故当中 船上的其他20多位矮人工程师 包括他们的工程师行会副会长都全部遇难 而马拉凯则是因为落到了一棵大树上得以幸免遇难 那在这场重大的事故之后 很快马拉凯就被矮人工程师行会直接开除 那随后他也因为羞于承担 四季过往已经造成的大量的矮人上网 所以就选择了薛法励志 成为了一名矮人屠夫 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屠夫誓言并没有影响到 他对发明创造的热情 那据说他就是想通过四季制造的战争机器 来实现他光荣战死的誓言 也因此成为屠夫后的马拉凯 也依然在继续他的各种发明创造 虽然在世界边缘上面的大部分矮人要塞 马拉凯不再受到欢迎 但是他的工程发明却在帝国当中 得到了很多帝国矮人 以及帝国工程师行会的散注支持 但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同样也经历了各种的失败 那据说在一次剧烈的十眼爆炸当中 马拉凯还差点失去了双眼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总是戴着一副 由厚重的特质玻璃制成的护目镜 并且为了提高他的瞄准精度 马拉凯还在上面刻上了十字星 但是对此也有人说 马拉凯的势力一直就非常敏锐 他这样做只是想进一步提升 操作工程机械的精度 以及让他便于观察敌情 那不管怎样 这个护目镜确实是让马拉凯 有了异于常人的势力和高超的瞄准设计技术 后来马拉凯最成功的一项工程杰作 就是领导了一群矮人工程师 制造了格朗尼之魂号 雷霆飞艇 虽然这种雷霆飞艇并不是马拉凯的首创 但是马拉凯的格朗尼之魂号 通过他在技术细节上的很多发明 在性能上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比如在最重要的发动机引擎方面 马拉凯是成功发明了可以使用更轻的黑水 所谓燃料的驱动引擎 替代了原先的煤炭 虽然极大的减轻了飞艇的负重 再者在火力方面 马拉凯也改良了飞艇上的爱人凤心炮 不仅让其可以通过单个小型的火枪扳机进行开火 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个转向平台 让凤心炮可以在飞艇上实现上下左右 快速调转 这项技术则是极大的提升了格朗尼之魂号 在空对空战斗当中的火力输出 另外关于格朗尼之魂号的命名 背后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因为最初马拉凯是想把这艘飞艇命名 为永步熄火号 但是联系到他之前的永步沉没号 和永步驻毁号都已失败高中 所以永步熄火这个名字 在当初是遭到了他的爱人散度伤的极力反对 而我们知道在背影当中 格朗尼是爱人最重要的三位先祖神之一 同时也是爱人工程师 最崇敬的先祖神 所以格朗尼之魂号的这个名字 同样也是带着马拉凯的一种美好的期盼 但是偏偏在格朗尼之魂号刚刚实验成功后不久 马拉凯就遇到了哪有危险就去哪的高隋克 而且死前高隋克与菲利克斯 还刚刚与鼠人狡诈的灰心之川奎奥 结下了血海深仇 因此之后在他们从米登海姆到 斯拉格霍夫要塞也就是优瑞卡的故乡 再到卡拉克厄运堡 图夫堡 随后到普拉格 这一路漫长取决的冒险当中 马拉凯的格朗尼之魂号 与高瑟克一行人也是历经了千难万险 特别是在从斯拉格霍夫要塞到卡拉克厄运堡的过程当中 在他们经过混沌荒原的时候 就遭遇到了一场严重的四元魔法风暴 索性依靠马拉凯熟练的操控技术 以及飞艇上的魔法抵抗符文 加上后来的及时停靠修复 才让他们得以在风云变幻的混沌荒原 惊险过关 但后来在南下的归途当中 格朗尼之魂号则又是在一次空中风暴中发生了偏航 随后就撞向了世界边缘上脉的一座山峰 而且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马拉凯和高瑟克一行人 紧接着又遭到了一头混沌巨龙的袭击 而在损兵折将击退了那头巨龙之后 严重受损的格朗尼之魂号 就不得不选择停靠在图夫堡做一次大修 期间在高瑟克的鼓动下 菲利克斯也不得不跟着一支图夫小队 去找那头混沌巨龙复仇 但是在千辛万苦杀了那头巨龙之后 他们又被一支绿皮兽人军队包围 而所幸的是 马拉凯驾驶着翻修好的格朗尼之魂号 及时赶到通过投下一大批强化版的炸弹 成功帮助高瑟克一行人完成了突围 再到后来在高瑟克与菲利克斯 在基茨里夫经历的普拉格之围当中 也是在最后高瑟克被击晕 菲利克斯等人被围困在城内的紧要关头 马拉凯驾驶着格朗尼之魂号 再次如神兵天将 及时赶到了城下 当时马拉凯驶利用格朗尼之魂号 在空中投下了一大批 经过炼金术强化的燃烧弹 极大的削弱了攻城的混沌大军 而且格朗尼之魂号这种强大的火力 当时也是给几乎同时赶来支援的 兵女王卡杰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战后 兵女王也是花重金聘请了马拉凯 让他继续留在机子里服务 帮助他们清除北方边境残留的混沌势力 那也因此之后马拉凯与高斯克和菲利克斯 这对组合也就算是分道扬镳了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当中 马拉凯则是经常驾驶着格朗尼之魂号 在机子里服务的北方边境 与屠夫堡之间穿梭 负责运送那些想要北上去完成 屠夫誓言的爱人屠夫 再到后来是到了高斯克与菲利克斯 准备跨海去南方的王者之地冒险的时候 恰好又遇到了 正在海上实验深海潜水艇的马拉凯 相关的故事之前在这期介绍 《长德龙海盗屠夫》的视频当中 阿婆也提到过 也就是当时难以承受海盗屠夫 九厕位严重晕船的菲利克斯 在高斯克与海盗屠夫的霸凌下 只好选择去乘坐马拉凯 正在实验的那艘深海潜水艇 而马拉凯运送菲利克斯的这一程 后来也差点成了菲利克斯人生的最后一程 原因是马拉凯的深海潜水艇 后来是在海底遭遇到了一批人鱼怪的袭击 而马拉凯给菲利克斯留下的那段恐怖的深海经历 后来也成为了菲利克斯永远不想回忆的一段往事 那在此之后据说马拉凯又回到了帝国 并成为了努恩枪炮学院的特聘工程师 以及在阿道夫的帝国工程学院的客座工程师 而他的这种做法也是一度招致了高崔克的厌恶 因为在高野看来 暗于现状的马拉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屠夫誓言 那即便如此 在于中原之时平行的混沌风暴当中 马拉凯还是带着他最新发明的哥布林收割者 一种可以快速投射大量飞幅的战争机器 积极参与到了北上抗魂的大军当中 但是在中原之时的闭音当中 关于马拉凯最终的命运 目前阿普还没有在相关的资料当中找到具体的记载 那好了 以上这些就是阿普根据高崔克与菲利克斯系列小说 简要整理的一些与图夫工程师 马拉凯·马卡森相关的背景故事 因为全部的小说阿普自己也没有详细读完 所以这里的总结可能也不太全面 那具体也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补充 那还是喜欢这里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这里特别感谢 以下这些小伙伴的充电打赏 或者是长期包月充电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